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起读书。 今天我要为你分享的书是《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史》。 这本书主要说的是11世纪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建立诺曼王朝的这段历史。 听到这,你可能会觉得,一段发生在11世纪欧洲的军事征服,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了解这段历史,对于理解英国后来的发展演化非常重要。 你别看近代英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但在历史上,它曾一度被反复征服, 比如罗马人、日尔曼人以丹曼人为代表的北欧人,还有法国的诺曼人,都曾经是英国的征服者。 由于英国人口比较少,每次征服都相当于文明大洗牌。 特别是最后一次诺曼人的征服,对英国的影响最为深刻。 甚至有学者说,没有这次征服,就没有今天的英国。 领导这次行动的征服者威廉,他在征服中带来了杀戮,但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 因为征服英国没有什么特别,但从他之后,英国再没有被征服过。 作为一个征服者,他不仅缓解了英国的统治危机,还构建了政治框架和经济观念,也就是说,他不仅打了江山,还守了江山。 这本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史的原稿,早在19世纪初,中国还是清朝的时候就已经问世了,到现在已经再版过很多次。 他的原作者是一位法国人,叫奥古斯丁,Tierry,Augustin Thierry。 之后一百多年间,一代代学者都在接力完善和修订,直到今天。 这都说明了诺曼征服这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以及这部作品的高价值。 接下来,我将分三部分和你一起回顾诺曼人对英格兰层层深入的三次,征服。 最开始,我们先说军事方面的征服。 诺曼人是怎么征服英格兰的? 不过,光有军事征服还不够,威廉还进行了政治上的征服。 我会跟你说说,他是怎么转变统治方式实现政治征服的。 最后呢,威廉还进行了经济上的征服。 我会跟你一起追溯,威廉是怎么获得财政来源的。 第一部分。 好,下面就进入第一部分。 我们要谈的是诺曼人对英格兰进行的军事征服。 先来介绍一下交战双方,诺曼人与英格兰人。 诺曼人是北欧维京人的一只,诺曼的意思就是北方人。 他们本来居住在北欧地区,10至11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和北宋时期。 诺曼人的一只征服了今天法国西北部的大片地区,并将这个地方称作诺曼底,意思是诺曼人的土地。 迫于武力,法国国王授予诺曼人首领公爵头衔,同时做个顺水人情,把诺曼底授予诺曼公爵作为封地。 作为交换,诺曼人宣誓效忠法国国王,永远不再强掠法国。 再来看一下英格兰这边的情况。 今天的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四部分。 面积最大的英格兰位于大不列颠岛的东南部。 由于英格兰地形平坦,临近欧洲大陆,因此人口最多,经济也最发达。 正因为这样,也最容易遭到外敌入侵。 我们前面讲到的,英国被多次征服的历史,主要就发生在英格兰。 最后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征服者威廉。 虽然他的父亲是公爵,但他却是一个私生子。 威廉的母亲出生在一个皮革匠家庭,原本只是父亲身边的女仆。 因此,威廉从小就饱受其事。 但由于他是诺曼底公爵的独子,父亲只能将继承权授予他。 这么一来,威廉不仅饱受其事,还有很多人为了争夺继承权。 而威胁他的生命,试图暗杀他。 甚至在威廉继承爵位后,人们仍然对他指指点点,私底下把他称作杂种威廉。 所以,他一直在找机会建立功勋,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恰好,1066年初,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过世。 由于他死后没有子嗣,国内立刻陷入了王位争夺中。 大贵族哈罗德进水楼台,被推选为国王。 不过很快就有人提出异议。 英格兰曾经被北欧人统治过,这次挪威国王就表达了对王位的诉求, 他声称自己获得了爱德华的许诺,日后要继承英格兰王位。 而威廉认为自己也有继承权,因为威廉的爷爷和爱德华的母亲是兄妹。 这个关系,连重视亲缘的中国人都觉得有点远, 但是面对着英格兰王位的诱惑,威廉无论如何,也要拼一把。 不过只靠这么微弱的血缘关系还是不够。 威廉又提出两个理由。 第一,早年忏悔者爱德华曾经流亡诺曼底, 当时诺曼底公爵好吃好喝招待过,还帮他回国复位。 由于这份恩情,爱德华发誓,日后获得王位一定要传给他。 当然,是否有这样的允诺,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即使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爱德华四处允诺要传位于人,这既不是炫耀,也不是信口开河。 这其实是中世纪的时候,贵族为了获得广泛支持,而普遍采用的外交辞令。 说的人不在意,听的人也不必当真。 威廉提出能够继承王位的第二点理由是,他也有恩于现在霸占王位的哈罗德。 当初哈罗德遭遇海难,威廉出手相救,还策封他为骑士。 感恩戴德的哈罗德朝着圣徒的海骨宣誓效忠。 但现在,哈罗德竟然恩将仇报,窃取了原本属于威廉的王位,是可忍赎不可忍。 为了强化这次讨伐的合法性,威廉还争取了罗马教宗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 面对来势汹汹的诺曼底公爵,英国国王哈罗德在英格兰南部海岸集结军力准备应战。 但是由于英吉利海峡持续刮了八个月的大风,威廉不得不推迟他的渡海计划。 不过,这对于威廉其实是个好事。 因为,他会有足够的时间集结更多盟友,还能消磨英军的意志。 哈罗德左等右等,眼看对岸军力不断强大,越来越着急。 不过,由于天气不渐转好,对岸无法发兵,哈罗德就暂时解散了军队。 可是没过多久哈罗德就得知,挪威国王带兵从东部海岸来犯。 于是哈罗德只好重新召集士兵,赶去迎战。 正是借着这个空档,威廉率领诺曼人,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情况下,就登陆了英格兰南岸。 到1066年秋,诺曼人已经在一个叫黑斯廷斯的地方建起了防御攻势,等待哈罗德从北方返回。 而哈罗德这边刚刚应付完挪威军队,还来不及休整,就得马不停蹄花五天时间跋涉四百多公里,赶到黑斯廷斯,准备迎战下一个王位竞争者。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备战情况。 哈罗德的军队有八千多人,以步兵为主,配有少量弓箭手。 他们大多是正规军,其中一些是较为精锐的国王卫队,此外还有临时征集的农民士兵。 英军占据了黑斯廷斯附近的一座山丘,整个军队沿山几步阵,居高临下。 不过,需要注意,由于英军刚和挪威人打完一仗,这时的士兵已经相当疲惫了。 在看诺曼人这边,威廉的军队要比英军多一些,有一万人左右。 威廉许诺,拿下英格兰后,他会封赏所有的追随者。 在土地和头衔的诱惑下,大量盟军纷纷加入,有力地出力,有钱地出钱,不仅有法国各地的骑士,还有意大利的诺曼海盗,甚至无法随军作战的诺曼贵族还提供了物资支持。 大伙都想在入侵英格兰成功后,奋一杯羹。 在军种方面,诺曼人更占优势。 除了步兵以外,还有骑兵、弓箭手,以及杀伤力巨大的弩兵。 开战以后,由于英格兰军队本土作战,对于地形更熟悉,加上反抗外敌的强烈决心,所以在战斗开始时占据上风。 但是,在任何时候,打仗打的都是硬实力。 在中世纪,占据人数优势,加上拥有冲锋能力极强的骑兵,再配备远距离射杀武器,那将战无不胜。 夜幕降临时,胜负已分,哈罗德战死。 传说他被一只剑射中眼睛,然后遭到斩首和肢解。 他的两个兄弟也被杀害,剩下的英格兰士兵仓皇逃窜。 诺曼人一方取得了完胜,征服者威廉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英格兰的国王。 1066年冬,征服者威廉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 从此,英格兰进入了诺曼王朝时代。 好,以上就是第一部分。 军事层面的征服,咱们先说到这。 但是,诺曼人的征服行动结束了吗? 对于威廉来说,他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第二部分,都知道打江山容易,做江山难。 征服者威廉当前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稳定统治秩序。 接下来第二部分,我们就看看,威廉如何应对挑战的。 对于刚刚加冕的威廉来说,最直接的挑战就是王位合法性、正当性的问题。 威廉虽然强调,自己有合法继承权,却拿不出有分量的证据。 他也在加冕一世上承诺自己一定会遵守王国法律和古老习俗善待英格兰的臣民。 但是说到底,威廉一世并不是英格兰人自己选出来的,而是凭借武力夺来的。 因此,不管场面话怎么讲,在具体的行动上,威廉绝不含糊,只要胆敢反抗,格杀勿论。 威廉一世的铁腕统治,把英格兰人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当初穿着倾斜布袜的诺曼骑士,到现在可以挥舞着长剑,要求英格兰人交出财宝,可以逼迫英格兰男人成为苦力,把英格兰女人变成玩物。 诺曼士兵甚至跑去教堂杀害躲避战争的英国民众,顺便把教会的财富抢夺一空。 与此同时,英格兰很多地方都在发生着饥荒。 人们甚至连死马也吃,马肉被抢光以后,他们开始吞食人肉。 无数的英格兰人惨死在道路旁,广场上,教堂门口,到处都能看到蚊虫在侵蚀尸体。 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不可能不反抗。 其中,北方地区的反抗最强烈。 为了赶跑诺曼人,他们甚至连和北欧人一起行动。 要知道,北欧人可一直都是劫掠英格兰的常客。 到后来,连当初为威廉加冕的大主教也非常愤怒。 他说您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接过了英格兰。 我曾经为您加冕,但是,现在我要诅咒您和您的民族。 这是您应得的,因为您背叛了上帝。 如果诺曼人只是一味使用暴力,恐怕英国的历史将会被改写。 威廉很快就发现,起义根本无法平息。 当初跟随威廉来到英格兰的诺曼人,只有区区两千人,而当时英格兰的人口已经多达百万。 长此以往,诺曼人只能灰溜溜滚回大陆。 他又尝试采取刚柔相继的做法,在继续严厉镇压的同时,对各个占领区开展安抚工作。 另外,威廉一世也在整肃军队,他严禁诺曼人随意屠杀抢掠,并且惩处了个别飞扬跋扈的官员,以平民怨。 但这些做法都收效甚微,下层民众认为他是个侵略者,上层贵族更加现实,他们觉得即使臣服于威廉,自己的利益仍然得不到保障,那为啥要支持你呢? 眼看着政权岌岌可危,威廉一世不得不尝试从另一方面进行突破,也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方面。 关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你可能听说过一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意思是,封建契约的效力,仅限于签约双方,更高一级的封军,不能越级指挥,更低一级的奉尘。 当时,西欧的贵族爵位大致可以分为五等,从上到下依次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以及男爵。 公爵之上是国王,男爵之下还有普通骑士。 对于国王而言,除了自己直接控制的一部分封土,剩下全国各地都是由大贵族直接占有的,所以中世纪国王的权力非常有限。 不过,威廉一世打破了这个规则。 为了能够强化对地方的掌控,他在保证自己占有最广大直接领土的前提下,将英格兰剩余的土地直接分封给多位伯爵。 这里既有当初和自己一同征服英格兰的盟友,还有归顺自己的本土贵族,借这个机会拉拢各方力量。 这样一来,多层级的爵位置被打破,通过比较扁平化的贵族结构,威廉就可以更便捷地控制全国,这对于英格兰的稳定来说,既紧急又必要。 这种以伯爵封地为主体的封建体制,从此一直贯穿了英格兰的整个历史。 英国贵族主要分为伯爵和男爵两极,分别代表着上层贵族和下层贵族。 虽然后来出现了个别公爵,大多是王族子嗣,这对于英国近代以前的政治框架影响不大。 不过,这还不够。 威廉只是跟部分上层贵族分享了统治权, 但是英格兰的其他群体仍然被排除在外。 于是,威廉在他加冕的第四年,召集贵族、乡绅和法学家开会, 同时从各郡选派出12名代表一同参加,组成了大议事会Great Council。 在这里说明一下,前面提到的郡就类似于中国的地级市是一个基础的行政单位。 这个举动,对于当时的威廉来说,只是个应对时事的被迫之举, 但这却开启了王权与贵族的正式协商关系。 这种协商模式至今仍然是英国政治的重要传统。 更重要的是,大议事会在后来发展出常规议会制度, 每个阶层、每个地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诉求, 这个制度在中世纪晚期演变为我们熟悉的英国议会。 当然,威廉仪式时期的大议事会并不能满足所有诉求, 各地区的代表名额是由乡绅把持的, 平民还无权参加,下层民众的呼声很难传达到议会。 但威廉通过召开这种模式,相当于表了个态, 以后所有人都能参加到统治当中。 这一点,在缓解各个利益群体矛盾、稳定统治的同时, 也为英国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制度和精神的基础。 大议事会还有一个重要影响, 那就是他后来分化出很多功能性委员会, 比如财政、司法、秘书机构等。 这些机构虽然由贵族把持, 但具体的办事员却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 或者是低等贵族。 这有什么好处呢? 你回头看英国的政治, 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无论部门长官, 甚至国家首相更换多么频繁, 各项工作仍然可以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因就在这里。 近代英国之所以能够迅速实现政治现代化, 我们可以从威廉仪式的这些改革中找到根源。 统治架构和行政机构的形成, 使英格兰很快走入正轨。 不过, 还有一个挑战等待着威廉, 那就是财务问题。 要想稳定统治, 大家一起来还不够, 国王还需要掌握足够的财力。 第三部分。 那么, 第三部分我们就说说威廉仪式在经济层面的征服的行动。 在这儿, 请你重点关注一个关键性的文件末日审判书。 今天, 英国的经济观念和司法精神都来源于这份一千年前的古老文件。 为了更好的管理国家, 威廉仪式搭建好统治框架后, 开始对英格兰展开全国性的土地和户籍普查。 目的是稳定王室的裁员, 进一步控制全国。 不过, 贵族肯定不乐意。 因为清查土地以后, 富有的贵族会更容易被国王提防, 甚至还会以防止谋反为名, 遭到压制。 而且, 暴露了财产信息, 意味着自己要给国王上缴更多的支柱金。 解释一下, 支柱金就是一种中世纪贵族需要定期向封建主提交的封土占有费, 财产越多, 要交的支柱金也就越多。 这些显然是贵族不愿意接受的。 那贵族要怎么办? 反抗吗? 威廉虽然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国王, 但是人们对他的畏惧只增不减。 因为, 诺曼人的杀戮仍然历历在目, 二十年来的政治布局, 威廉分封的伯爵遍布英国各地, 他对全英格兰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控制力。 这些高等大贵族都属于威廉仪式的权力共同体, 而意见较大的中下层贵族和原来的英格兰贵族有反抗的心, 却没有反抗的力。 威廉仪式派遣宫廷总管、 大法官和大主教协助司法、 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各郡组建了普查议会。 每个居民, 无论是中小贵族还是农民, 都要在向上帝宣誓后详细汇报财产状况。 汇报内容包括地产的归属情况, 每个庄园的面积, 相关劳动力、工具和牲畜的数量等。 此外, 草地、牧场、森林、鱼塘的面积, 甚至某块地产的数十年内的价值变化情况也都要上报。 汇报者必须保证信息真实, 如果被举报或检查出有瞒报错报的情况, 都会遭到处罚, 轻则处以罚钱, 重则没收财产, 甚至流放或处死。 这次调查结果后来被汇编成册, 诺曼人把他叫做伟大的名册, LE Grand Row, 或王室名册, LE Royal Royal。 但英格兰人给他起了一个更加生动的名字, 末日审判书Doomsday Book。 因为, 被调查者, 不论是农民还是贵族, 都如履薄冰, 就像是在接受上帝使者的末日审判一样。 听起来, 这次普查的价值, 似乎只是为王室提供了稳定的财源。 但换个角度看, 这个举动, 其实直接影响了英国财产权的法律意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想一下, 威廉仪式虽然现在是英格兰国王, 但他原本只是个外来征服者。 从这个意义上讲, 英格兰土地上的任何财产都是他的战利品。 既然是战利品, 那自然就统统都为威廉个人所有, 他随时都可以剥夺别人的财产。 但是, 经过全国普查, 弄清楚每个贵族, 每个农民各自都有多少财产, 这其实在本质上承认了民众的财产所有权, 也就是认可了每个民众的独立性。 民众看到了, 这位诺曼人首领, 已经从对岸的征服者威廉, 变成了我们的国王威廉仪式。 那些跟随征服者威廉抢掠财产的诺曼人, 也从强盗和侵略者一同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子民。 诺曼人逐渐融入了英格兰的本土民族, 开始共同塑造新的英格兰历史。 不仅如此, 末日审判书这个文件, 其实在每个英国人心里都种下一个观念。 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 这是我的财产, 你就不可以侵犯, 那是你的财产, 我也绝不去碰, 也就是明晰产权。 也就是说, 末日审判书, 使土地等财产, 从事实占有转变为法定占有。 这样一来, 侵权就变得不再正当, 财产的有序继承和转移也成为可能。 直到二十世纪, 英格兰很多土地的产权 都可以清晰追溯到一千多年前。 现在, 英国习以为常地对待财产的态度, 以及依据法律判决财产归 都源自于这份古老的文件。 末日审判书也始终是审理土地产权纠纷的根本依据。 甚至在1963年的一起土地纠纷案中, 英国法院仍然援引了这份九百多年前的文件。 你可能知道, 英国人把大宪章奉为至宝, 而这份末日审判书同样也是英国的国宝。 二战期间, 为防止末日审判书受到破坏, 英国人还特意把它转移到偏远地区, 放在坚固的中世纪监狱里进行保存。 感谢听到这个位置的朋友, 本频道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